马来西亚的弟子莲花达燕 要问师尊以下的问题 第一个 蹂躏性命跟财物 伤害经济建设 以人类和平的军事战争 似乎以人类脱离不了关系 战争是人类的因果或者是诅咒 他这个问题啊 问的比较远一点 我们一般来想是回答 这个宗教的问题 他提到 蹂躏性命跟财物伤害经济建设 他问的是以人类和平的军事战争 似乎以人类脱离不了关系 战争是人类的因果或者是诅咒 他问战争是人类的因果或诅咒 好像他问到这个 Russia跟乌克兰的这个战争 这个问题太大 请问这个 这个金氏专家 应该去请问金氏专家 但是他谈到因果 跟诅咒 这跟诅咒有关系吗 大家的意见怎么样 战争是因果吗 应该是因果吧 因为有原因 有结果 所以都是因果 人类的因果 因果是试的 诅咒 大概也不一定是诅咒吧 当然战争是人类的因果 这应该是可以诚意的 好 感谢观看